您好 欢迎来到十点不一样 我是钱丽如 我们首先来关注乌俄战争又有了最新的发展 28号的清晨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近两个月来的最大规模空袭 总共有六个城市受害 那么当中来看到在中部城市乌曼造成了十人死亡 十七人受伤 是这一波攻击当中死伤最惨重的地方 另外首都基辅从清晨四点钟左右就响起空袭警报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才终于停止 距在东南部城市蒂涅波罗 一栋房屋被飞弹击中 这里也造成了一名两岁的幼童不幸的身亡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痛批 说这根本是一场恐怖行动 也宣告将有所回应 因此春季大反攻看起来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我们也来看的是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表示 乌军反攻已经准备就绪 只要指挥官一声令下就会动手 目前有很高比例的前置作业都已经备妥 也积极的操作培训新现代武器 而事实上乌克兰从去年冬天就开始准备反攻 还把军医送到意大利受训 也在境内演训如何的清理战场 双方也持续在巴赫姆特激战 在过去一天之内发生了13次的战斗 炮火满天肥 乌军在巴赫姆特遭到猛烈炮火袭击 瞬间倒地不起 尽管巴赫姆特战况依旧惨烈 不过乌军酝酿已久的春季大反攻 早已开始准备 乌克兰军医早在去年冬季 就被派往意大利受训 境内的乌克兰士兵 则是在险恶环境积极演练 至于反攻时间表现的指纹楼梯响 究竟何时开始 没人说得准 经过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飞弹 已经抵达乌克兰 北约军员也几乎到位 国务军还是认为炮弹远远不够 尽管如此过去几天 二战区的盾内刺客 还有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 接连传出遭到无人机攻击 俄罗斯将矛头指向乌克兰 不过这到底是不是春季反攻的号角 乌克兰军方一惯例 没有回应 公寓大楼左半边缺了一大脚 被大火吞噬 还有着火的残骸 不断从高楼掉下 可怕场景又是因为 二军飞弹来袭 不少居民从睡梦中惊醒 女子惊吓中 边哭边自拍 脸上还有血字 手上也都沾上了血击 家里已经满目窗移 但一些邻居家没了 甚至连性命都丢了 警销铺救伙事 也赶紧搜救生还者 二军两个月来 最大规模空袭 发射23枚寻衣飞弹 尽管大多都被拦截 但还是没挡下 乌克兰中部城市乌曼 这一枚 和乌南地涅波罗 另一枚飞弹的袭击 乌克兰总统泽鲁斯基 再度痛批 俄罗斯是恐怖分子国家 不过乌军在南部战线 有些斩获 不只炸毁了一座 俄军的雷达系统 俄军弹药库也遭到攻击 不过这些可能还只是前菜 乌克兰防长表示 反攻行动才快要准备好了 TVB新闻综合不同 好 战争也让黑帮大决裂了 俄罗斯跟乌克兰黑帮 过去以港口城奥德萨 作为交汇点 但是战争开打之后 双方不再合作 更可能会进一步改变 全球的犯罪组织形态 我们要请教资深记者 允熙来说明 好 乌俄开战已经一年多了 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黑帮的角度 来看乌俄开战 怎么说呢 事实上乌俄之间 以往黑帮是有联手的 经济学人就说 乌俄为中心的犯罪网 其实相当的广 是从阿富汗一路到南美洲 是欧洲最强的犯罪系统 而单就乌克兰来看 他们的这个犯罪指数 在战前是全球第34名 不过从欧洲来看 他们可是高居第三名的 乌克兰的黑帮 也有几大犯罪行为 包括了他们跟俄罗斯合作 有一个走私的高速公路 再来他们透过黑海的港口 其实是全球的走私中心 举例来说 尼古拉耶夫港 在战争之前 其实有出口武器 到亚洲跟非洲国家 现在自然是因为战争 而停摆了 再来乌克兰当地的一些工厂 其实也有生产一些 伪禁品出口到海外的 而乌俄的黑帮决裂 其实还有一部分 也是因为这个黑帮 乌克兰这一边都投入战场了 而乌克兰的黑帮也提到说 其实如果乌克兰 真的被俄罗斯并吞的话 在俄罗斯犯罪 其实这些人 是会被送到偏远的监狱 而且受到狱卒残忍对待 所以这也是乌克兰黑帮 不期待看到的下场 另一方面专家也认为 其实乌克兰黑帮 也开始不一样的行为 包括了他们开始 协助走私难民 这个针对不想要 在乌克兰当兵的一难 其实收费也是蛮高的 再来就是紧接着乌克兰 可能也要开始重建工作了 重建的金额相当的高 也有黑帮上下其手的空间 俄罗斯前线似乎面临 弹药不足的窘境 瓦格纳集团透露 如果正规军再不攻击弹药 瓦格纳集团恐怕 就要到了瓦解的地步 短时间内将会成为历史 我们要再度把时间交给允熙 在乌尔战场上 俄罗斯的佣兵 瓦格纳集团 一直是给乌军带来不少压力的 不过瓦格纳集团的创办人 普里格金 他在接受战争部落客访问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了 他说考量目前 所需的弹药供给 是有一些不足的 因此瓦格纳集团恐怕会瓦解 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虽然他讲这段话的时间点 目前并不是能够确认的 但是路透社表示说 这也不是普里格金 第一次发表类似的言论了 他就曾经批评 俄罗斯的正规军 其实不愿意提供 瓦格纳集团相关的弹药 另一方面 英国的金融时报 他也提出说 美国外泄的情报里头 就有表示说 瓦格纳集团 曾经向中国大陆方面 来寻求支援 希望能够提供他们武器 但被大陆方面给拒绝了 另一方面 其实普里格金 他不只是缺弹药 也缺人 所以他也拍影片 想要招募更多的人 来加入瓦格纳集团 他甚至提到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要开打了 带着简单家当 整齐列队前进 这群穿迷彩服的俄罗斯新兵 受训后 马上就要投身前线 这群士兵 清一色望去 都是年轻面孔 还有人才刚大学毕业 就自愿来参军 不只正规军 就连瓦格纳佣兵团 也持续招兵买马 还把创办人搬出来 当火广告 普里格金出面喊话 要大家加入 看得出俄军人力缺口有多大 然而前线状况 前线一团糟 士兵士气低迷 俄军一架米格三一战机 周三更传出自摔意外 究竟是飞机太老旧 还是俄军训练有状况 但最近俄罗斯军队 问题不断 二战区也成为 乌军的主要攻击目标 居民站在一层废墟的家园 怒控这次的攻击 是乌克兰军队发起的 乌军的春季大反攻 很可能威胁到克里米亚地区 然而普京面对俄军困境 似乎没有想收手的打算 甚至还继续派兵增援前线 他的地面部队比开战时更加庞大 专家分析 俄军训练不足 是战场上迟迟没斩获的原因 国内还没安顿好 俄罗斯现在还要忙着 训练白俄使用核武 练习操作伊斯坎德飞弹系统 另外俄罗斯最近还要忙着 跟其他国家打外交口水战 英国证实已经将一批 平用弹药交给乌克兰 加上俄罗斯国内状况 恐怕已经让普京一个头两个大 显然英国就是没有在管普京的警告 TV片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美墨边境出现了好多偷渡路客 靠的竟然是抖音的教学 从去年的10月到今年3月 有超过了6500位的大陆人士 在美墨边境被逮捕 只要在抖音上面查询关键字 走线或是run 也就是英文run的谐 就能知道该怎么走到美国 还有该穿什么衣服鞋子 甚至可以招拿一些向导 一个个排排站手拿文件 接受远景盘查 这是美墨边境常见景象 只不过这次有点不同 放眼望去偷渡的移民 全是亚洲面孔 路透社独家记录 越来越多中国大陆偷渡客 西家带卷 跋山涉水 企图从墨西哥前往美国 投奔自由 镜头记录下连续三个星期 数百名大陆偷渡客 循着德州东南部路线 艰辛渡河翻山越岭的偷渡之旅 从香港到台湾 然后从台湾到台湾 然后从河南到台湾 从南美国到台湾 只要在抖音上查询 关键字走线 就能知道该怎么到美国 还有该穿什么衣服鞋子 甚至该找的向导 教学上都写的一清二楚 而移民称这趟行程叫润出国 尤其疫情爆发后 美国签证更难取得 加上经济打击 想逃到海外 从去年十月六个月以来 超过六千五百名中国大陆 人在美墨边境被带 暴增的大陆偷渡客 正让美墨边境出现新的移民危机 TVBS新闻都不高 而想到美中双方近年来 在亚太地区激烈的争夺盟友 根据澳洲最新的研究显示 近五年来 美国对亚太国家的影响力 比起中国大陆 似乎是逐渐在减退 再来交给允熙告诉我们 好 美中的角力 现在也延伸到亚洲国家 来寻求盟友 先来看越南的部分 越南的总书记阮富仲 他是去年的时候 先访问中国大陆 接着回到越南之后 就开始整肃打胎 今年一月底的时候 就看到越南的国家主席 他是请辞了 这一回合就被认为说 中国大陆是不是抢先 在美国之前 先掌握了越南政治的变化 因此近期就看到了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他是访问越南 也被认为是要巩固 美国跟越南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 菲律宾走的 就是个左右逢源路线了 特别是让外界很讶异的是 菲律宾跟美国 在联合军演的同时 中共大陆的外交部长 秦刚也到访菲律宾 而秦刚这边 他提到的是要强化 中非方面的互信 而一向是走美中平衡外交的南韩 他们最近则是跟以往 做法有些不相同了 南韩的总统尹锡悦 他访美之前 发表了两个很重要的言论 第一个是他暗示 要提供乌克兰武器 另外就是称台海是国际议题 特别在台海方面 让中国大陆方面是急跳脚 也跟南韩来抗议 外界原本以为 尹锡悦是不是失言 现在认为尹锡悦 可能是有思考过 走一个新的外交战略 因为以往 他们走美中平衡路线的时候 只要还是希望 能透过中国大陆来制衡北韩 不过现在发现说 这个好像没有效了 因此他们选择 往美方这边靠拢 另一方面 也是当地的民调 20到19岁的年轻人 其实反感国家的第一名 就是中国大陆 接着才是北韩 然后是日本 因此也被认为 尹锡悦可能 也是要来拉拢年轻选票 而北韩现在是杠上美国了 金宇正 甚至骂拜登是糟老头 原因是美国总统拜登 跟南韩总统尹锡悦 双方合议通过了 这个华盛顿宣言 双方也同意要成立 核磋商小组 美方也考虑要在半岛展开战略资产 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 拜登甚至向北韩警告 说一旦向南韩等美国盟友 发动核武攻击 将会招致政权覆灭 此话一说 当然让北韩气得跳脚 领导人金正恩的包媚 金宇正代为发声 左批拜登是糟老头 右批影席月是没出席的人类 南韩西首美国在朝鲜半岛的 双龙登陆演习 才刚结束 南韩国防步骤 释出日夜操演的全记录 动画模拟兵力和登陆情况 印西约执政后强化与美军事结盟 他这次赴美还和拜登发表 华盛顿宣言 说要强化朝鲜半岛核威者力 华盛顿宣言涵盖演训内容 包含电脑模拟核武使用的训练 并部署核潜舰强化核保护伞 此举引发北韩方面不满开枪 金正恩包美金宇正透过官媒 通批拜登老环天 罢他不负责任 敌人狂热核战争 北韩也会强化防卫 另外中国大陆也被这番言论 지난 19일 윤석열 대통령이 로이터통신과의 인터뷰에서 힘에 의한 대만 해협 현상 변경 반대를 강조했을 당시에는 중국 외교부 순회의 동부 부장 不满尹錫悦台海和平 穩定说 中国大陆召见南韩大使 提出抗议 至于尹錫悦在美国最后一天 则前往哈佛大学和 麻省理工学院演讲 他也将在美国时间周六 结束这趟防美行 TVB的新闻 射不到 而大陆的战狼外交又出现了 新任的中国驻日大使 昨天在东京召开记者会 除了强调台湾是中国的 也把台湾问题归类为内政问题 表示任何外国势力都无法干涉 同时他也批评了 所谓的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的这句话 荒唐无稽 最终可能把日本民众 推向火坑 特に台湾问题は 中国の革新的利益の革新 3月份刚就职的 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 28号在东京召开记者会 开宗明一先强调 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对于已故日本前总理安倍晋三说过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也就是美日同盟有事 用于警惕中国政府不要误判 吴江浩的批评更不客气 在随后的提问中 日本媒体对于中国大陆 最近修订反间谍法 又逮捕为名日商表达担忧 他则强调一切都是依法办事 哪里有这样的事情 跟中国打家道的日本朋友 千千万万 几十年被抓的有几个 为什么被抓 这些人心里有数 不止诸治大使言辞强硬 连日来中国驻法大使上节目 骂法国主持人没读书 驻飞大使抢菲律宾 如果关心在台移工安危 就要反台读 一系列战狼言论引发国际瞩目 但在此同时 大陆搜狐网却发现 有大陆民众在网上直言 哪天要打仗 我不会去 也不会让我的孩子去 痛批国家平常不在乎底层的人 有难的时候才想起我们 短短几句话 说出社会底层心声 代表新闻 董优俊 庄志伟 讲到打仗 究竟在未来的一年 共军是否会武力犯台呢 根据美国最新调查数据 总共针对了949位的国际关系学者 有高达72.5%的学者认为不会 不过22%的人是不知道 只有6%认为 共军会在未来一年武力犯台 至于国内专家则评估 2024有台美大选 习近平不会贸然 但是在2027年相对比较急迫 海射鱼叉飞弹重创靶舰 2022环太军演 美军采用陆海空射反舰飞弹 针对靶舰实施宝核攻击 成功集成靶舰 这样的做法在美军行之有年 而国军今年汉光演习 也将首度采取同样模式 今年汉光39号演习 将采取陆海空异地同时 针对靶舰实施宝核攻击 让共军舰队只要横跃台湾海峡 就会受到致命威胁 持续防卫台海 而根据美国威廉与马力学院 全国研究所的教学计划中 调查国际关系学界 如何看待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而主要又将观众面 针对台海危机 从979位美国国内关系学者 所提出来的回复 可以看到 有72.5%的人认为 中国大陆并不会在明年攻打台湾 但有6%的人则持反对意见 认为中国大陆将会在明年 对台湾动武 而另一组专家当中 也没有任何人判定 明年中国大陆一定会侵略台湾 从给分状况来看 整体平均下来 认为明年中国大陆将会对台湾 发动攻击的可能性 只有23.75% 他给的选项又不是复杂而多元 比方说有一些背景说明 或者有一些提示 或者可以有其他意见的表达 其实他这个整个调查看起来 我觉得相对来看是保守的 但台湾学者却认为 资料上的显示有些许保守 对于中国大陆攻打台湾 美国该如何应对 绝大多数专家支持 增加美国在台海周遭的军事部署 包含制裁大陆政府及领导人 以及以军事物资支持台湾 甚至接收来自台湾的难民 虽然有2024的台湾的总统大选 那也有明年年底的美国大选 但是不会因此而构成 台海上面的冲突跟危机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原因在于两个 就是当然专家他们是用问卷式的 去呈现出来 但是我觉得原因在于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在客观实力上面 我们都还是了解说 中国的军事实力跟美国 还是有一段距离跟差距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说中国要贸然的发动 对台的攻击跟战争 我觉得它还是利有未待 开战的时间 美中军事实力也被纳住评论 而就未来十年 美中开战的可能性来看 学者在2022到2023年 所做的调查都认为可能性 只有百分之二四点一一 但都比2017的百分之二一点九九 以及2014年的百分之一九点一三 来的上升 不过专家也挑明 不能只依靠中共友善 或是美国支援 仍然要补足台湾实力 汉光39号兵推的设计上面 是一个国防民防跟新防三合一的演习 那第二个它在纯军事科目上面的设定 我们可以说它特别着重 就是在北部的红色海滩的位置 也就是从林口到南辽宇港之间 那它用意第一个当然是 防止中共进行这个斩首行动 从淡水河口突入到万华后方 将一共军犯台威胁及近期扰台军演等行动 来验证三军部队的作战计划 台湾跟乌克兰不一样 乌克兰是地面战 那台海这里是海空战场为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中华民国的这种自我防卫 就相对是有利的 共军虽然军力庞大 国军的进展仍然维持最低限度嚇阻 让武力进犯台湾依旧是高难度任务 美国的前任英台司令Davidson 他所提到的2027年 当然这个背后有两个支撑 第一个就是那是中共解放军建军版 第二个是习近平下一个任期 任满的时候 所以一般的推测 这个是比较有理论性支撑的时间点 我个人倒担心的是 时机会不会提前 因为在美中台之间 最重要的变数就是2024的总统大选 美国要大选 台湾也要大选 当中国看到全世界对俄罗斯的制裁 是全面性的从经济上军事上 到一般的这个生活上的制裁的时候 中国也会评估说 以现在的中国他是不是有能力 同时在发动战争的时候 抵御到西方社会这样子的一个制裁 牵制共军侵台的因素很多 从美中关系到中国大陆的经济 都在同骚船上 说要对台动物也绝非简单的一句话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